中秋節晚會 方如製作 在我們台灣的電視台 從助理開始做 前面的故事你們都聽到 後來去大陸 然後在40歲左右的時候 那時候是金牌製作人 央視 中央電視台 北京中央電視台 大概所有的節目都你包了 包括春晚 還有中秋節晚會 你是掛製作 其實我幾乎是總導演 但是我還是以他們製作人為主 那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台灣過去是機會非常好的 所以後來我做了兩年 就是人家請我過去當 一樣是打工宅 後來我覺得我自己可以開 我就花了50萬人民幣 在北京開了一家製作公司 50萬人民幣 可是那時候我們的做法很簡單 因為大陸其實就是叫我們的技術 所以比如說天津衛視要我做 他給你100萬人民幣 100萬人民幣做一集 然後你就賺那個價差 而且他先把錢給你 所以你沒有所謂承擔的風險 所以你就賺得很快 後來慢慢的這樣 不到一年 我的公司就累積到 3000萬人民幣 就等於相當於台幣1億多了 這是我一輩子賺薪水 穿不到那麼多的事情 所以我一口氣就接上了12個節目 12個 那你要講多少員工去做 400個員工 因為我們公司有識別證 我就真的很幼稚 我就識別上面寫董事長李邦如 然後每次坐天梯的時候 就故意給那些妹妹看 就是覺得 就是這樣浮誇到這個程度 登挑拜幾次就是了 然後晚上就夜夜升歌 就是去夜總會 去酒店玩 因為北京就是必須要過這種生活 然後後來我就慢慢的 越接節目越多我也不去看財務 然後後來我覺得我公司就是要去增資 然後希望能夠 再擴大 再擴大 後來再擴大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公司的財務狀況 已經出現問題了 他說 因為很多電視節目 我想賭林格 或者 信存應該知道 他是給你 碗給你支作備的 比如說央視或者是某個台 我記得尤其是廣東台 我拍了一年了 已經拍了五十幾集了 已經壓了快五六千萬人民幣了 他還不跟你支作備 你知道嗎 當你越接越多的時候 你的財務槓槓已經撐不住了 是是是 這個時候我真的已經壓不住 我每天都在做噩夢 我覺得 怎麼錢突然燒得這麼快 原來一億多其實台幣 其實在做節目是 以下就可以燒完的事情 所以我後來我覺得撐不下去了 我就宣布把公司結束掉了 然後我以為結束掉一切就可以了結了 沒想到我的這些員工做了一件事情 讓我很害怕 很吐血 因為還有很多的未付款 我們做電視其實 像便當費啊或者是後製費啊 就電視台未付款給你 你也未付款給金方啊 可是我都不知道 我以為公司結束就沒事了 所以我回到北京住家 每天晚上都有人敲門按電鈴說 你欠我幾千萬的 幾千塊的便當費 或者幾萬塊的那個後製費 一堆一堆每天接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到底欠了多少錢你知道嗎 後來我才發現 但是我不理他們 我說關我什麼事 結果就甚至被抓到工廠裡面 去痛K一頓 我還被我的債主抓到派吃所 所以我知道那個 中國大陸的公安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沒想像中那麼恐怖 還蠻可哀可親的 但是他們的作法很可怕 就是比如說你是債主 黑社會 那我是被討債的人 他們就說你們兩個 關在這個房間裡面 喬完之後再告訴我 靠裡面就是一個刺龍刺鳳的人 我一個人他們警察就走掉了 你知道嗎 我怎麼知道我會死在裡頭 你知道嗎 對啊你債務協商 那你總要知道 你總共到底欠多少錢 後來終於知道是欠了五百多萬台幣 總共算出來還好 那也還好 但是這個錢對家人來說是很多 我在北京其實已經沒有半毛錢了 然後我也不敢跟朋友開口 因為我是董事長 怎麼能開口借五百萬台幣 這是笑死人 所以我第一次打電話 跟我媽媽要求她匯五百萬過來 這個我覺得是 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北京的大樓是十八樓 我住在華茂公寓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公寓 我底下是伊仁慶跟黃維德 不重要 突然突然 然後我的意思說 我真的很想就是這樣跳下去 因為那個十八樓往下跳 真的還蠻美的你知道嗎 對 然後 那時候就是很絕望 對 但是這個時候我去找了另外一個 我的好朋友 這個好朋友當然也很低調 就是現在的阿里巴巴的馬雲 就是在 對2011年的時候 我希望他再投資我開公司 我就希望他給我一些資金 讓我再重新開 我說我只要一千萬人民幣就可以了 他馬雲跟我說 邦榮你現在需要的是沉澱 你不要再做電視 你再做下去 只會越做越 越慘 因為你太浮躁了 那我說 當時他觀察到你的整個情況 對 那我說我該做什麼 他說你做一件事情 你回去一連 做一件事 寫書 你去寫 把你人生做電視的故事 寫出一本書來 那第二個你去大學上課 你會得到一些心靈的沉浸 他說一連之後你再來找我 那我覺得那一連我覺得 雖然沒有做任何事 但是讓我真的成長了不少 因為你藉著寫書的過程 你會回想你這一生到底做錯 就是怎麼樣 就像 就是 剛走進聖雅各之路 我才知道我一生做了那麼多壞事 你知道嗎 因為做電視真的做了 折磨過多少人 審過多少藝人 做過多少假事情 我就覺得做電視的人 真的會下地獄 就是後來寫了那本書之後 我差一點 不要這樣子 我們還在做耶 走聖雅各走聖雅各 上天啊 我差一點 你很適合走聖雅各 跟他一起 但是你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你寫這個回憶錄的同時 哪一個藝人是你很想說 我很抱歉 我那本書每個藝人我都覺得很抱歉 甚至去為了上節目 去把他們的一些隱秘去挖出來 我想製作人都想要隱秘 但是講出來之後 他們說能不能剪掉 開玩笑怎麼可能剪掉 照樣不會 而且是當作預告 通常因為是剪掉的 當作預告 破口一直強力放送 所以說每次要我剪掉的東西 一定是做預告 一定要留著 所以說上輩子做壞事 這輩子就繼續做製作了 那我要講的是說 結果經過這一年陳電寫完書之後 你再去找馬雲借錢 他有借你一千萬人民幣 後來我發現他應該是不想借我錢 所以跟我講那麼多屁 莫然是馬雲先生